今年瓊四輩的中華隊到底有多猛 三巨頭荷力砍63分 取得開賽三連勝 開局阿巴西不講武德 卡達國民都還沒準備好就直接3分for3 阿西這裡跟大房東確認過馬尾 直接繞底線 雙手爆扣 Thank you very much 第二個巨頭林亭謙來了 藉由房東的擋拆順利來到湖頂3分for3 這次換人擋擋看 跟阿滴諾的配合又來到了湖頂3分出手去 什麼 你說阿謙像個媽寶每次都需要人家擋拆嗎 這裡瞬間加速一個Irving集體 差點把對手甩回卡達 一個阿基米的完美弧線3分右近了 阿西開啟顯率的複製阿謙的弧頂3分 又是一道達文系密碼的完美弧度 阿謙常傳給阿西 眼前的空檔就像阿拉伯海一樣大鋪頭會被隊友罵 整個體育館已經建起了浪花 牛奶棒阿謙瞬間加速切到籃下 躲過了兩個巧克力棒反手上籃得分 每晚都一定會重演的戲碼來了 阿謙接獲卡達國民的傳球 直接一條龍服務又到你家了2分放進 阿謙今晚帶的技能是手感提升啊 4成3分命中力提升了8% 還不來手嗎 3分又出手去 這裡阿希又跟大房東確認過馬尾 切到籃下直接果凍上籃 卡達國民完全沒有在分配一二段的 阿希跟阿謙今晚各砍下21分 而第三巨頭阿提諾這時候現身了 Thank you very much 由於篇幅的問題 雖然沒有他過度的盡頭 反正他也拿了21分 恭喜中華隊 你們覺得今年的中華白或是籃 可以贏下美國嗎